好我們來看第四個重點 橢圓的有關距離還有定點相關問題 好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如果我們如何在 判別一個定點到底是在它的內部還是在外部 那我們先把一個方程式假設出來 好那如果我們要去看那個P點坐標到底是在 橢圓的內部還是外部的話我們就直接把它帶到裡面去 帶進去如果大於1的話是指外部 那如果等於1的話 等於1的話當然就在橢圓上面跑 那小於1的話是在內部 好這個是最單純的一個帶點 方式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是在 內部還是外部 好那我們再用定義的方式來做說明 首先如果 還是一樣這個橢圓方式我們假設出來 然後呢 這個定點P點好假設S0Y0 那我們不用帶點我們用三角形的方式 這個2A的部分來做處理 那我們之前已經得到定義 這個點到點的距離 動點到焦點距離 動點到焦點距離 何為2A的話 這剛好是在橢圓上面跑 好這第一種情況 等於2A是在橢圓上 那如果小於2A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如果我們把剛剛的P點拉到內部的話 你會發現 因為這邊是一個三角形 PQF1 是個三角形 這個虛線 兩邊合大於 第三邊 所以我們會知道 這個藍色線段的 總長會小於 什麼呢 剛剛的 QF2加 QF1 因為這個剛剛就相當於是2A 你把它拉進來以後 這藍色線段會小於2A 所以我們就知道 它是在橢圓的內部 如果把這個P點丟到的圖 外面去 它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還是一樣看右側這個三角形 右側這個三角形 一樣兩邊合大於第三邊 好那我們看一下 原本的2A是指 QF 到QF的總長 那我們現在 這一段的長度 你可以很明顯知道 上面這個虛線再加上 PF1 這一段加這一段的長度 一定會遠遠大於什麼呢 大於QF1 好所以兩邊合大於 第三邊 兩邊是指 PQ的長度 還有PF1的長度 兩邊合大於第三邊 好所以 整個的長度 點到點 PF PF的總長 會大於 2A 這樣子我們也可以判定它是在 橢圓的外面 所以我們得到以上這個結論 除了剛剛第一種方法 你直接帶點帶到方程式以外 如果你不知道題目方程式 只知道動點定點的問題的話 我們也可以判別它到底是在內部 還是在橢圓上還是在橢圓外 接下來我們來看距離的問題 假設 這個動點 這個P點是在橢圓上面跑 在橢圓上面跑 然後 它的內部有一個定點A 那當然這個A也可以跑到外部去 都可以 這個A點可以做移動 假設A點做到AB 那我們用這個圖來做示意 然後F和F'是兩個焦點 好我們現在要去看什麼呢 我們要去討論這個PA PA11的長度 就是橢圓上的動點 到這個定點A 它這個長度的範圍到底限制在哪裡 首先我們先來看 它一定是比什麼小呢 Pf PfPrime是指 綠色的長度 再加什麼呢 AF 好所以 我們這個兩個虛線和 大於第三邊PA 所以這個是等式的右側 不等式的右側 兩邊和大於第三邊 虛線加虛線大於什麼呢 PA 好接下來再來看 PfPrime PfPrime 減掉 AFPrime 兩邊差小於第三邊 好所以右邊這個是屬於什麼呢 三角不等式把它寫出來 好接下來我們在這個天平 這三個部分 通通通加上紅色的 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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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加上這個 Pf 左側這一段 藍色的線 然後你把它加上去以後 我們就可以來合併了 PfPrime PfPrime 大距離 PA 加 Pf 好 Pf 藍色這兩個相加 PA加 Pf 它的最大距 剛好會等於 2A加 什麼呢 AF 好那最小距的話是 2A- 什麼呢 AF 不要 我們由剛剛這邊 可以做說明 那稍微來看一下這個圖 怎麼去動 好我們剛剛一直在做這個解釋 如果我們把P點往右手邊移動一下 拉到這個位置來 拉到這個位置來以後還是一樣 兩邊合大於第三邊 兩邊合大於第三邊 還有兩邊差小於第三邊 好 那我們拉到這個位置以後 這三點合一 這三角形不見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得到什麼呢 得到最小的距離 我們看一下 PA是藍色這個 然後 PA是這一段小的 藍色這一段小的 然後 PF這一段 好這個時候會最小原因是因為原本2A 我們在減掉這一段虛線 減掉這個AF 減掉AF 所以 此時P點在這裡是什麼呢 最小距 P點在這裡是最小距 那我們再繼續往右移 往右手邊移 好這邊又形成三角形 又形成三角形的話 是屬於這個範圍之內 好我們再往下移 再往下移到這個位置 還是一樣有三角形 再往上移到這個位置 發現三角形又不見了 變成一直線 好這是屬於什麼呢 最大距 所以 沿著這個滑鼠 這一段的長度是2A 這一段長度是2A 然後我們再加上AF 此時是最什麼呢 最大距 所以 這個 也是類似前面拋物線 我們專門去找一直線的問題 利用三角不等式的方式可以處理距離問題 好所以我們做一個小結 有關這個距離問題 我們會利用三角不等式的一個核心概念 也就是像這個東西 三角形 兩面核帶第3邊 這個給各位參考一下 我們在做一個類似的戶口